好,我们持续关注一下普尔和格林的这个矛盾啊 今天这个视频已经流露出来了 的确是格林部队啊 人家离你拔上远 你漫漫答答你走到那去啊 你这个用言语挑衅人家 因为普尔推了你一下 把你攻击一下这个一个诱勾拳 你给普尔达到了 本身就普尔和格林他俩这个块头就不一样 你别看现在格林打球不怎么地 就他这个块头来记诱勾拳 真够一般人受的我跟你讲 所以说格林就是错 勇士对对他的这个处罚 我感觉严厉一点都不过分 就应该好好敲打敲打一下的啊 但是这个库里呢也说了 说他呢大致意思啊 就是他作为这个球队的这个老大 或者怎么样也好吧 应该为这个事情啊承担一些责任 他把这个格林的这个处罚买单了 这就无形当中吧 给格林造了一个保护套保护网你知道吧 就勇士球队管理层不论怎么样 就是看在库里的面子上 也会对格林从轻处理 但是现在就是要平息普尔的怒火 怎么平息 我就感觉这个勇士赶紧给个大合同就完事了 啊赶紧给个大合同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像这个普尔 他是属于这个火箭炮啊 对吧 你要不把他留住的话 你给他送走了 那就是别的球队多了一个火箭炮 他会向你勇士队发射炮弹的 对吧 那这个格林呢 他现在就是一个大刀片 是不是 你自己耍不好容易伤到自己 那别人耍不好 你送出去 别人耍不好 他还容易伤到别人 但是呢 格林呢 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他不太行 一无是处啊 其实我这么跟你讲 格林还是有作用 有价值的 首先他就是库里身边的这种最强辽机 最强的带刀护卫 库里身边有一些事他不想解决的 格林会帮他解决 就是这一点 我跟你讲 他是最拥辜库里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格林如果说他真是要收心的 好好训练 好好打球 好好比赛 把这个场外的那些因素啊 都抛弃一点 他把自己的这种感觉找一找的话 我跟你说 他在勇士队的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 他是决定勇士防守硬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虽然说他有的时候 这个搞不客 状态有点下滑 但是大家要相信 他没有那么不堪 只要他练起来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平息普尔的怒火 对格林还是适当的要敲打 那么伊格达拉也站出来发声了啊 这个球队的这几个元老啊 库里和伊格达拉都发声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 人家伊格达拉说普尔 是孩子 是吧 格林 这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对不对 这都是家事 所以说就不需要外界猜测 伊格达拉现在在勇士 耕一市的这个地位 是相当相当高的啊 这个虽然说勇士老大 真正的是库里 但是伊格达拉 为什么勇士把伊格达拉留下 就是处理耕一市 这种和谐氛围的 所以说 有伊格达拉在的情况下 还有库里 是不是 我感觉这件事情啊 很快就要过去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会影响勇士 不会影响勇士 新赛季的这个备战 在上方 是线梁之间 本是在线梁之间的 是线梁之间的 是线梁之间的